凯特王妃在消失了差不多一百天时间后,总算是再次现身,但是不幸的是,凯特王妃此次出现在公众面前,却带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。 凯特王妃在现身后,向公众宣布,她患上了癌症。 这是英国王室继国王查尔斯被宣布确诊癌症后,又一重要成员被确诊癌症。 这对于英国王室来说,绝对是一个坏消息,因为众所周知的是,凯特王妃是英国王室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,作为王楚飞,未来的英国王后,凯特王妃在王室中的地位,可以说是仅自于查尔斯国王与威廉王子,是王室中实际上的三号人物。 并且,凯特王妃还是很多王室粉丝心中的偶像,很多王室粉丝喜爱凯特王妃,支持凯特王妃,崇拜凯特王妃,实际上甚至有专家认为,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才是支撑着英国王室的最重要成员,因为这两个人给人们带来希望,让人们看到了王室积极美好的一面。 而现在,凯特王妃却被确诊癌症,这是一个让众多王室粉丝心碎的消息。 而当凯特王妃公开宣布自己患有癌症后,远在美国的前苏塞萨斯公爵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·马克尔马上迅速行动。 据英媒在当地时间3月23日发表的一篇报道,梅根与哈利在得知凯特王妃被确诊癌症后,马上私下与凯特王妃取得联系,向凯特王妃示好,表达自己的美好祝愿。 据报道,哈利和梅根在凯特王妃确诊癌症后,很快与凯特王妃私下联系。 向凯特示好。 据英国独立电视台皇家编辑克里斯·西普在推特上表示,哈利在得知大嫂凯特王妃患癌症这一消息后,联系了与她疏远的嫂子克里斯·西普在推特上写道。 哈利和梅根都与凯特王妃取得联系,但都是私下联系的。 目前尚不清楚这是通过电话,还是视频通话,还是其他方式取得联系。 梅根与哈利还公开发表声明,祝凯特王妃身体早日康复,恢复健康,向凯特王妃表达自己的祝福。 而据了解,梅根与哈利是凯特王妃公开向全世界发表视频曝光,自己患有癌症的时候时才得知凯特的病情的。 这意味着,王氏也对梅根与哈利进行了保密,并未提前告知他们关于凯特王妃的真实病情。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纽约邮报,哈利和梅根并没有提前知道凯特的病情,并补充道,这表明他们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。 信任已经破裂,王氏已经疏远他们。 凯特王妃在当地时间上周五下午现身宣布,自己患有癌症,结束了数月来关于她在公众视野中失踪的各种传言和猜测。 在她的视频中,她解释说,癌症是在腹部手术后发现的。 她说,手术是成功的,然而,手术后的测试发现,癌症已经存在。 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,这需要时间。 为了开始治疗,我花了很长时间从此次大手术中恢复过来。 但最重要的是,我们花了时间做好准备,以适合乔治、夏洛特和路易斯的方式向他们解释一切,并向他们保证我会没事的。 显然,梅根与哈里此次的行动非常明显,是一种向王室的示好与退让,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不好,特别是哈里王子,他更是热切希望能够早日返回王室。 此次梅根与哈里私下联系凯特王妃,向凯特示好,实际上也是对王室的一种试探,为自己重返王室的做一点铺垫。 但是,从王室对梅根与哈里的态度来看,王室似乎并不准备轻易放过他们,实际上,王室并没有提前告知梅根与哈里关于凯特王妃患癌症的消息,就能够说明很多事情。 起码可以说明,王室已经不把梅根夫妇当作自己的核心成员,对梅根与哈里的态度相当疏远。 因此,梅根与哈里想取得王室的谅解,估计相当困难,从王室的态度来看,王室可能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 此外,据《每日星报》独家报道,巴西灵媒阿托斯·萨洛姆斯对凯特的健康状况做出了大胆预测。 这位通灵师声称,王妃将在2025年迎来她的转型与重生,并指出倒计时已经开始。 早在凯特宣布患癌之前,阿托斯就曾警告凯特王妃会有持续的健康麻烦,尤其是骨骼和关节上的问题。 虽说凯特后来在患癌声明中并没有提及她的癌症类型,但从阿托斯的推测中,可以看出凯特的癌症或与骨骼息息相关。 阿托斯在接受《每日星报》采访时表示,凯特的新世界即将到来,并敦促她为新的视角和机会做好准备,同时谨慎行事,照顾好你的骨头。 按照阿托斯的说法,凯特将在2025年度过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。 他通过《每日星报》告诉王妃,公爵夫人,你即将经历人生的转变与重生,你应为你的2025年做好准备。 在这段时期,旧的经验和模式已不再适合你的发展,你应将它们抛于脑后。 而经过深思熟虑,新的前景和机会将会出现。 这位有着在士诺查丹玛斯之称的预言家还表示,如果凯特听从他的建议,他就能摆脱旧束缚,重新焕发活力。 与此同时,阿托斯,如上图,还在三强调凯特的骨骼问题,他提醒道,我再说一遍,照顾好你的骨头,它们是你身体的重要支撑。 阿托斯解释称,凯特必须采取必要的护理措施,因为今年可能会给他带来巨大压力。 这位通灵师补充道,凯特的生活中已经写满了一切,所以他必须照顾好自己的精神健康和骨骼。 这种结构和责任不仅压在他的头上,而且反映在他的骨头里。 虽然他们永远不会证实这一事实,但他确实有这个问题。 3月22日,凯特王菲在声明中解释说,他在1月份接受了腹部大手术后,最初被认为不是癌症,正如肯辛顿公当时所说的那样,但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术后检查发现癌症已经出现,因此,医疗团队建议他接受预防性化疗,现在正处于治疗的早期阶段。 而在接受治疗期间,凯特表示他将专注于自己的家庭,并努力恢复健康,同时也希望公众能理解他们现在需要一些时间、空间和隐私来完成治疗。 谈到此刻,凯特王菲的语气有些低沉。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·詹姆斯指出,当时凯特的声音一度有崩溃的危险,但他勉强避免了情绪失控,但这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疾病,而是考虑到他们年轻的家庭。 詹姆斯为凯特王菲的力量和意志力所感动,并表示凯特只有当提到他的丈夫威廉和他的家庭时才会降低语气,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年轻家庭的深厚感情。 当然,我们也希望凯特和威廉能一起度过这次难关,相信不久的将来,又可以看到他们合体出现在公众面前。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,女人拥有一头绣发是美丽的标志之一,比如凯特王菲的头发,她喜欢大波浪卷发,十分的迷人,还女人味十足,关键是穿什么衣服都摆搭。 还有,她是公众人物,不可能天天梳着一款发型,所以王菲的发型和服装一样也摆变,而且还很圈粉呢。 昔日凯特王菲出席公务时的发型,梳着偏分,半扎马尾的发型很是淑女,耳朵两边的头发梳到了后面,尽显淑女又温柔美。 一头大卷发很常见,也成为凯特的发型之一,不管是搭配西服还是裙装都很美,关键是王菲的笑容也很治愈。 阳光下长发飘飘,这样的王菲也好看,走路时绣发飘逸,这一头浓密的头发可塑性很强,不管是披肩发型,马尾辫,盘发都能美出新高度,简直就是行走的超模,还是发型模特。 披肩发型就可以有很多款,比如一头直发,自然卷,波浪卷,半扎马尾,或者编织公主发,总之换癌前的凯特发型和服装一样造型百变,可是圈了不少粉呢? 比如,她出席王室晚宴,一头直发佩戴皇冠,太显年轻了,穿着红色亮片礼服裙,一身光彩照人打扮,发型也加分不少。 梳着偏分,一头波浪卷发放一侧,穿着绿色礼服裙,画着红唇烈焰的妆容,这样的凯特太美艳了,还有她的五官虽然不是很立体,但是欧美长相也很有辨识度,颧骨饱满,脸颊有肉,一看就是有服相的女人,可惜也难逃癌症缠身。 日前,凯特王妃公开自己的病情时说,自己接受预防性化疗,这是为什么呢? 从王妃声明中看,癌症的肿块已经切除了,但是还有可能藏在血液中,并通过血液转移到别的地方,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才做预防性化疗。 饿死可能存在的癌细胞?既然是化疗,能杀死癌细胞,也能伤及无辜,尤其是头发,不少患癌的病人化疗后,头发就会越来越少,电视剧里的癌症病人都是光头,也是因为化疗脱发的原因,那么凯特呢? 凯特可是在很多民众心目中,就是一朵完美的英国玫瑰,永远的都是那么高贵美丽,大众也难以接受不完美的形象,这也是凯特远离大众视野一段时间的原因之一。 还有发型只是一方面,对于生病的凯特王妃来说,需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,更需要敬仰与家人的支持。 英伦玫瑰凯特患癌前,发型百变,化疗后还能拥有浓密的绣发吗? 她拥有一头绣发,出席各种活动,塑造了不少漂亮的发型。 那么,在治疗这段时间,是不是和电视剧中的演员一样,也需要剃光头呢? 还有化疗期间可能会掉发,不知道凯特是不是也一样? 希望凯特完成治疗后,能够之前一样,还能拥有一头飘逸的头发,可以输各种好看的发型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。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